大家好,我是Den 然后就真的在车内烧煤炭了 结果自己有吸入煤气 真的差一点就没命了 谢谢导演救了我 这个采访当时真的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导演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指责 甚至也引发了抵制电影的运动 让制作组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在昨天 有位当时的剧组人员 对记者出声的YouTuber表示 本来以为采叶基只是为了有趣而添油加醋 但是事情闹大了 我就问了当时所有的工作人员 是否真的有发生过这种事 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有过这样的事情 的确有拍过演员跟煤炭一起在车内的戏 但这是特效组制作了对人体无害的烟雾后拍摄 在拍摄之前 也告诉过采叶基与采叶基的经纪人 这是对人体无害的烟雾 所以不必担心 甚至怕采叶基还是会担心 导演也一起进入了车内 为了安全问题 根本就没有燃烧过煤炭 就这样平安无事的拍摄结束了 但是因为采叶基的采访 电影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也遭到了抵制运动 所以就拜托采叶基对外说明一下 自己有添油加速 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严重 但是他始终都没有说 所以电影也垮了 导演跟剧组都非常辛苦 也不敢到外面说做过那部电影 所以剧组人员本来想要集体发出声明 解释现场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 但是导演却阻止说 虽然我们已经无法挽回了 不管怎么样不想伤害到出演过我们电影的演员 当然目前还不能确定 这位剧组人员的爆料到底是不是真的 但是在出问题的采访9天后的2017年1月19号 在这场与观众们的见面会 解释过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哇连这个也是撒谎的吗 导演当时不是被骂得很惨 他真的是不是要去看医生呢 啊 只是为了好笑的话 在引起争议的时候 就应该要解释是自己夸张了吧 看一下子被周围爆料这么多负面消息 就能知道他平时的人品是怎么样了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怎么能证明工作人员是真的呢 我虽然不是副业集的粉丝 但是也不能这样趁机攻击吧 对于副业集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2021年4月16号 是发生Sewaro事故的7周年 虽然这都是偶然 但是今天早上 首尔也下雨了 每当到了这个时期 韩国的很多论坛都会有网友们分享 Cewaro遇难当时学生们最后的短信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也有做过相关影片 所以接下来就想要再回顾一下 Cewaro撑船前学生们最后的短信 爸爸 爸爸 爸爸我爱你 我爱你 怎么突然爱情告白 爸爸也很爱你 天气不太好 尽情的去玩吧 到了之后别忘了给妈妈发个短信 儿子 给我电话 我爱你 儿子啊 拜托 只希望你能活着 在卡卡走对方没有确认的留言 前面会有这个E字的 不行 船现在太倾斜了 动不了 动的话会更危险 虽然知道一直在救援 但是可以的话 还是到外面 不是吧 现在根本就走不动 走廊也有很多人 然后太倾斜了 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我们还活着 拜托你们让人来救救我们 除了我 明居跟Semi也在这里 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里 看到短信的人 拜托你们告诉老师们 我们还活着 如果这是我最后一个短信的话 我发短信的人 都是我很爱的人 谢谢你们 获救后再一起见面吧 像我们这样还没被获救的朋友们 也是获救后都一起见面吧 妈 我怕会没有机会说 所以先发个短信 我爱你 怎么了 我也爱你 儿子啊 姐姐传很奇怪 嗯 什么意思 发出了轰的声音 姐姐我爱你 对不起一直都没有好好听话 也代替我跟妈妈说一声 我爱她 你在说什么 赶紧接电话 没有讯号了 我要去爸爸那里了 朋友们 如果我有做错的事情 请你们原谅 我爱你们 爸爸妈妈 现在上网搜誓约号的话 会有我们的消息 你们的女儿不会有事的 不要担心 我爱你们 我是姚恩 船正在沉默 现在在等待救援 不要担心 不过 心理相干相机应该救不了了 姐姐对不起你 姐姐 什么事 说说话啊 姐姐 然后这是因为爸爸 在儿子离开这个世界后 往儿子生前的手机号码 发的短信内容 孩子啊 过得好吗 因为爸爸犯了很多错 让你变成这样 爸爸真的很对不起你 能原谅爸爸吗 等爸爸老了之后 去找你的话 不可以把爸爸给忘了 孩子 我要怎么跟奶奶说呢 奶奶知道了 会怎么样呢 没有你的世界 要怎么活呢 回答我呀 孩子啊 爸爸真的很爱很爱你 知道吗 好好吃午饭 跟同学们在那里好好相处 变成天上的星星的宝贝儿子 吃饭了吗 我过得很好 爸爸也要幸福的生活 然后我真的真的过得很好 所以慢慢的健健康康的长寿下去 很久之后再来找我吧 我爱你爸爸 哦 现在反应过来了 这是在使用我孩子的号码吧 谢谢不会因为这个是 试约号牺牲的孩子的号码而感到不舒服 0524是我儿子的生日 孩子自己选择电话号码 谢谢你 原来如此 0524对我来说也是很特别的日子 我不会感到不舒服的 想到孩子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往这里发卡通的 希望您能健康的活下去 您真的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 儿子也是很乖的孩子 在天上应该会很高兴的 最后是一位母亲写给离开的女儿的一封信 女儿你在抓住的时候抓到了线 是不是因为没有买新的 而是放了用过的线 所以才会这样呢 妈妈因为怀你的时候年纪大了 所以你还没有足月就出生了 如果我多怀你一个月的话 是不是你的命运就会有所改变呢 妈妈真的是一个罪人 为了多赚一点钱 没能接到你最后的电话 真的对不起你 妈妈不是有钱人 让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生在穷人家 真的对不起 妈妈会去地狱的 女儿一定要去天堂 四月对某些人来说 是春南花开充满希望的季节 但是对遗鼠们来说 是永远都会心痛怀念的时节 让韩国变成泪海的2014年4月16号 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圣案 是永远都会受到你 这里也不是有什么